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eg大叔 那現在就來到台北市新一路四段 四百項六弄四號的花藝市 那這邊有個小小的展覽,那我們就來參觀一下 好,那原則上這一間,事實上是一間花店 那展覽的話就是在左邊 有一個躲貓貓的這個展覽 那我就一個一個照啊 那事實上這個畫家的話就是蠻有童心的 好,弄的就是這個很有少女心的感覺喔 好,就是一個很夢幻的感覺喔 好,那這邊是下雨的貓貓喔 也確實跟今天一樣喔,今天確實是下雨喔 好,這應該是音符吧喔 好,這樣,蠻可愛的 好,那這個也很可愛喔 好,這應該是睡覺貓吧 好,很可愛喔 好,很可愛 座子看起來有點小憂鬱的喔 跟我一樣 好,那這個是外星球喵喵 好,那這個金色喵喵,蠻可愛的 好窩喔 這什麼,毛毛蟲渺渺嘛 好,又是夏雨妙啦 那這個是金色喵 哦 好,又是夏雨妙啦 可是這金色的 這個好高啊 這個蠻酷的喔 就時鐘喵喵 這有點像是這個版畫的感覺 這邊也有 然後又寫明信片一張63張150 就這幾種蠻別式的 蠻特別的喔 算是蠻有童心的感覺 好不錯喔 有音樂那我就不用配了 希望不是熱門的 空中喵 雲朵喵啦 這兩幅是擺在一起的喔 海洋喵嗎 跟這個幅在星球上的喵喵 好那這個是毛毛蟲喵喵 好那這邊有寫 刻字畫時鐘一千五 樂曆這些喔 好那這個就是樂曆喔 好那這裡就這個作者的簡介喔 好那這裡有寫這個 貓咪的誕生的開始喔 創作的音數 好那這有寫這個 然後還有這個小抱枕,也蠻漂亮的 其實算是非常漂亮喔 然後很可愛的插畫 那最後就是這個作者的名片 林一軒,然後有電話 跟他這個FB跟IG 很可愛的插畫家 算是這個小小展覽也是免費的 就是給有興趣的朋友來看看 那我就給他整個回顧一遍 他就是從左邊到右邊 那剛剛全部都拍到了 那各位我來就祝你看得開心 就是這個很有同心的插畫家 掰掰